好,第一題就是問龍哥,期不期待這部按摩師傅? 期待,當然期待,因為其實真的 我是真的從小看林林奇長大的 那每一次都能夠帶給我很多不同的一些精彩的內容 那這次我是真的期待,而且我覺得還算幸運吧 因為這次除了英國播完之後 現在我們算是其他地方的全球首播了 所以我可以比其他的我那些好朋友們快一步看到 所以是非常開心的 所以自己很想挑戰友誌或是當年? 其實這樣類型的角色是大概是百分之 不敢說百分之百,但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男性都會喜歡吧 因為大家對林林奇的感覺都是非常的嚮往 因為香車美女,然後驚險刺激的一些生活歷練 然後又有很有品味的一些紳士的品質 所以我覺得大概大家都會很喜歡 你剛才有說到自己五大品質應該也不錯 說演了應該是蠻重格的那個展示 應該會挺過癮的吧 有沒有看過你想挑戰,比如說他某一個 比如說他開直升機啊或開跑車 某一個東西你很想嘗試? 每一個我都想嘗試 其實以前在看的時候,不管每一個片段都覺得自己做的時候不知道會怎麼樣 當然我會希望有機會吧 剛剛好像說自己比較專輯,比起007來說 因為007,大家都知道他每一集都很浪漫 每一集都會有不同的世界各地的不同的美女 對他情有獨鍾啊 會像我嗎? 我?我不敢 那如果第一名是007龐德的話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適合?亞洲哪一個適合演凡德女郎? 凡德女郎 想跟誰合作? 這個不是我能決定的 那你自己有心目中的一個想要合作的這一張? 有,我也不告訴你 所以你覺得詩詩適合嗎? 來演了凡德女郎 那是不一樣的,不同的味道 也許都適合 說不定他演了凡德女郎,我都還沒演上007 對 所以會想跟他一起搭檔演嗎? 沒有特別吧 沒有特別限制 而且這個真的 這種大戲 國際大戲 不是我們任何一個能說的算 那可能他們會有他們市場的考量 說的跟真的一樣 好像我真的要演了一樣 好來 下一個 那關於就是跟詩詩的婚禮 這部分可以再講一下嗎? 你們不是白天問過了嗎? 有一些人可以問到嗎? 對啊 其實現在是有在籌備 但是具體我們也要等一些不同的方案 因為可能選擇的方案不同 也會 不管是時間上或者是人數上 各方面都會有變化 所以我們現在也是在等方案的時間 所以 所以 因為等方案 所以我也不能很具體的跟大家講 到底有哪些選擇 所以 不過大家都知道我們的個性 只要是定了 怎麼做 大家應該都會清楚 好 那因為就是 有沒有可能會帶行星人來台灣玩一下 或是住一下 這樣 呃 現在我想 大概今年機會不大吧 因為都在工作 呃 現在的工作都已經排到明年的一月份 二月份了 所以 今年大概機會不大 所以如果之後結婚之後有機會跟他結婚 當然 台灣是我家 那不回來 因為他比較少來嘛 對 將來會有機會 將來會有機會 所以一定會在台灣辦婚 你加入結婚的話 一定會在台灣辦 都說了不知道 還有方案的問題嘛 因為 呃 也許 在不知道的什麼小島上 或者在海裡啊 或者上太空啊 還沒方案沒定 所以不知道 那蜜月有定了嗎 你 你 你得先把那個 重要的時間先定下來之後 才能知道後面的時間點 所以目前都沒有 滅定 好嗎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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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